那横拍的这个拨球 它是把球要包裹住出去的 而不是一个角度 这叫推挡 这个角度是在变化的 回来的时候拍子立得多一点 出去的时候拍子往前多包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球才是有弧线的 也是有一定上旋的 不是说完全是不转 有一定上旋 球的弧线才会更稳 那直拍的推挡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像横拍这样 没有这样推的是吧 它是前后用力 所以直拍推挡的话 它的撞击会更多一些 前后的撞击更多 那么打反弹板的话 直拍推挡是很难 放这么远去练的 你只能把它放近一点 这么去推还可以 好 我再把这个反弹板的角度往前 稍微调个一点点 调一点点就 区别就很大了 调个一度左右 来看一下这个区别回来的弧线 只调了一度 但你可能在视频当中 你感觉好像没调一样的 这一门一点点的调整 球的弧线就完全不一样了回来 是吧 这个弧线就要 比刚才要低一点了 是吧 低一点了 好 再往前调一点点 要微调 这可能我只调了0.3度左右 微调一点点 让它 这种调的过程是让它 反弹回来的弧线 更加接近于 跟人对打的弧线 因为毕竟我们到后期 练反弹板的时候 是要更加的 让它就是像跟人对打一样 这样你才不会说 练这个反弹板最后和 就是训练和实际打球脱节 你看这个弧线就很类似于 是吧 对打的弧线了 好 可以看到这个弧线 相对来说 回弹的就比较 稍微低一些了 就和人对打的这种感觉 要更好一些 所以我们 在练反弹板的时候 也是逐渐调整的过程 如果说 你的手上感觉好 你可以逐渐地把这个角度 稍微压低一点 让过往的弧线低一点 因为毕竟我们跟人打的时候 不可能弧线那么高 水平越高的运动员 他对打的时候 弧线是越低的 越低的 包括拉球也是 如果你每一板球 拉的弧线都很高 虽然说很转 但是呢 对方一板就给你拍死了 所以我们 到后期练的时候 尽量也是 这个来回的弧线 稍微低一点 速度快一点 这样质量更高 我叫你 好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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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